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正面硬扛 他估计杀不掉对方 当然对方若是想杀他 也绝无可能 好在这家伙竟然想走 让他抓到了机会 利用隐匿阵盘干掉了这家伙 莫兄 我还担心半天 原来你是真狐敬前辈啊 旁其惊喜地过来抱拳失礼 莫无忌则是摆了摆手 大家兄弟相承 前辈什么的那就见外了 我们先去看看楚夫人吧 此刻少妇心中的震骸 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 旁其几人认为莫无忌是真狐敬 但只有他知道 莫无忌不是真狐敬 而是实实在在的原丹静 凭他虚神静的修为 自信还不会看错 莫无忌杀的那家伙是一个真狐二层的修士 一个原丹静能杀一个半部真狐 已经算是越大级的逆天挑战了 而现在他亲眼看见一个原丹静修士 杀了一名真狐敬二层 这说出去谁能信呢 就算是熟变整个真狐大陆 也没有这样的逆天强者 之前在那失落沼泽中见到莫无忌的时候 他已经觉得莫无忌不简单了 可这不简单的修士居然强悍到这样的地步 他甚至根本不敢想象 那看起来犹若平凡俗人 又充满了男人味道 说话不卑不亢 而且他的言语陷阱还没有出来 就被对方识破 天哪 他到底是从哪出来的 为什么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按理说 这样的强者 无论是人榜还是地榜 都应该有名才是 楚夫人 我看你好像中毒了 莫无忌的声音传过来 大断了他的思绪 少妇回过身 勉强躬身一礼 黯然说道 是的 我们再离开洛虚不久 就中毒了 我知道自己中毒后 已经是晚了 子涵还不知道如何 这少妇说着 眼圈已经红了起来 他一个虚神静修士 也有自己的骄傲 之所以对莫无忌失离 不是因为莫无忌救了他 而是他肯定将来莫无忌的成就 会远远强于他 无论他如何追赶 也肯定是追赶不上了 莫无忌则是淡淡一笑 夫人可否将中毒时的情景 说一下 尽量地说得详细一些 之所以这样说 莫无忌很是怀疑着 楚夫人是如何中毒的 一个虚神静的强者 这么容易被人下毒 那这虚神静也太不值钱了 少妇已经冷静下来 他知道莫无忌哪怕再逆天 也只是圆丹境界 让他去救子涵 那就等同于是让人家去送死 我叫楚千龙 以后就叫我名字吧 还没有请教恩人如何称呼 莫无忌则随意地说 大家互相帮助而已 我叫莫无忌 直接叫我无忌就可以了 别恩公什么的 听了别扭 楚千龙点了点头 我们刚刚离开洛须 在经过洛须荒原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金毛灵狐 金毛灵狐这种妖兽 莫无忌之道 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但却超级的萌 非常善于讨主人开心 不但如此 这种妖兽还对灵气之地极为敏感 很多人甚至用它来代替寻灵狩 虽然它寻找灵狐 远远不如寻灵狩 但架不住它萌啊 所以一般的女修看见这种东西 是没什么抵抗能力的 也因为如此 金毛灵狐的价格非常之高 子涵看到金毛灵狐 立刻就去追 我想 以我和邱管事的身手 自然可以轻松地 把这个金毛灵狐抓起来 没想到 还没等我们动手 这金毛灵狐 就钻进了一个紧小的洞中 这个洞 有绵延数千米 而且一直想下 我本来想要子涵放弃的 毕竟为了一个灵狐 耽误太多时间不合算 可是子涵 却不同意 楚千楼说到这儿 他叹了一口气 然后又继续说 我准备直接破开那个地方 将灵狐逼出来 邱管事说 可以用烟将其熏出来 只要在烟当中 加入一些爆香草就行 墨无忌也是点点头 他知道这办法不错 爆香草是可以让妖兽烦躁不安的 只要加入了爆香草 那金色灵狐 没什么攻击能力 最后肯定是烦躁不安 时间一长 一定会从洞中跑出来 当时 邱管事随便装了一些干草 点燃烟火 开始熏金色灵魂 我们都注意力 太过集中在那个洞口 加上我们 自己就用烟在熏灵魂 一直以外围 有人点了洛源香 我们都不知道 最后全部中毒 我凭借着一点意志 逃到了这里 墨无忌文言 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他有些无语地看着楚千楼 楚姐 你种的是洛源香 楚千楼点点头 是的 我们几个都种了洛源香 种了这个香毒之后 浑身提不起原力 就算是神念也变得模糊 各种法际都无法施展 我因为发觉得早 这才能逃到这里来 这我不是遇见你们 我估计已经 莫无忌呵呵一声 楚姐 虽然我不是什么多厉害的单士 对丹道和各种灵草的毒 倒是还有些信德 洛源香名头很大 若是一个虚神镜修饰 也能被洛源香干倒 那这个虚神镜的修饰 也太垃圾了一些吧 楚千楼脸色微微一红 他虽独立支撑楚家有一段时间了 阅历也渐渐的增长 可是比起众多的强者来说 他这点阅历 还真是不够看呢 莫无忌一看楚千楼的表情 就知道对方误会了 他连忙说 楚姐 我不是说你 而是因为这洛源香 并不能控制住一个真正的虚神镜强者 因为这种香气 一旦进入灵落之中 就会被虚神镜强者发现 然后在第一时间逼出去 可能我当时被烟味干扰 所以才没有注意 等我注意的时候 已经浑身乏力 楚千楼探道 莫无忌则直接摇了摇头 不 因为你中的根本就不是洛源香 莫无忌可是无品地丹师 而且他在被人下过毒后最怕中毒 可以说他对毒的研究 并不会比他对丹道的研究来得少 一般的毒 只要他闻到气味就能够推算出来 他自己能配置出来的毒 就有数千种之多 楚千楼文言震惊地看着莫无忌 那我中的是什么毒 莫无忌并没有直接回答楚千楼的话 二十说 楚姐 那和你一起的官室也是楚家的人吗 楚千楼应当 是的 就和在楚家近十年了 对楚家忠心耿耿 我楚家出世后 他依然留在楚家 极尽全力地为楚家处立 这些年 他帮我甚多 那楚管师身上穿的修饰服 是什么材料制作的 你可知道 楚千楼摇了摇头 他岂会去关心一个管师身上 穿什么衣服呢 莫无忌接着说 秋管师身上的衣服 是杜火木炼之灯 这有什么吗 楚千楼疑惑地问 他虽不懂丹道和灵草 但也知道 杜火木炼之的修饰服 其实非常珍贵 这种修饰服 不但可以驱逐一些妖虫 亦可阻拦邪迹 在失落天虚这种地方 这种修饰服 就等同于多了一层防护 莫无忌则冷笑一声 单独用杜火木炼之修饰服 自然没什么 很多人就喜欢穿这种修饰服 但是如果杜火木炼之的修饰服 遇到了阴霜草燃烧出来的烟雾 就会产生一种气息 这种气息 可以让修饰在十二个时辰内 失去原力 同时无法施展任何发迹 看起来效果和洛元香一模一样 但这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种了洛元香后 必须要解毒或者用一些手段才能逼出毒素了 但是杜火木和阴霜草燃烧烟雾产生的气息 不用服用任何弹药 只要在十二个时辰内 肯定会自行消散 你说我种的 是杜火木和阴霜草燃烧烟雾融合在一起的毒 楚千楼的脸色有些苍白起来 莫无忌则探导 我也不敢肯定 阴霜草这种东西非常珍贵 还非常难以得到 我可以拿一株给你看看 说话间 莫无忌已经拿出了一株干涸的灵草 这灵草表面布满了一层淡淡的白色 看起来就像是打了霜一样 楚千楼看着莫无忌手中的灵草 喃喃自语 果然是阴霜草 可是邱管世 为什么要害我呢 如果莫无忌说的是真的 那之前的毒的确是邱管世害他了 他看见了邱管世 随手在一边抓了一把干草 那一把干草他没有仔细看 不过要真的有阴霜草 那肯定是这一把干草当中的 初见 你说的那落絮荒原的灵气很充足吗 莫无忌又问了一句 这次不等楚千楼回答 一边的旁起就答道 落絮荒原积极广阔 在落絮的外围 要去落絮 就必须经过落絮荒原 事实上 落絮荒原的灵气并不浓 甚至可以用稀薄来形容 这才对了 如果灵气很浓 怎么可能有一个荒原的名字 莫无忌更加肯定的说 金色灵狐最喜爱的地方 可不是荒原 而是灵气浓郁之地 在落絮荒原这种地方 一般情况下 是很少有金色灵狐出现的 不用莫无忌说 楚千楼也完全明白过了 他有些失魂落魄的坐了下来 有些事情 只要别人稍微提点一下 就可以清楚的想明白 都到这时候了 他岂能不知秋赫在算计他 秋赫是楚家的官士 都在楚家这么多年了 也一直在尽心尽力 为什么要害他呢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